时,总会有无数英雄豪杰英英而生,封建社会,在老百姓心中,有两个至高的信仰,一个是神,另一个是皇帝,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,于是就有很多人想成为皇帝,然而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没有做到,而有一个人在河里洗了个澡,上岸后就变成了皇帝,元朝末年,天下民不聊生, 老百姓饭都吃不饱,于是就有很多人揭竿而起,只为吃饱饭,而组织农民起义的,说的是为民除害,顺应天意,其实就是想当皇帝,当然也有人想当人心目中的神,比如当时各种教主,石摩白莲教,明教等,当然也有佛教,当时因为吃不饱饭去做和尚的,不只是朱元璋, 还有一个彭颖,朱元璋后来还俗参加了起义,而彭颖璋后来还是和尚,但是跟朱元璋一样有名,只不过出名的路径不同,当朱元璋还在光着头到处要饭时,彭颖璋已经有幸众数莫,弟子满天下了,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曾经,也写过这个人物, 他是名教无反人之一,武功高强,彭颖璋跟朱元璋一样,因为家里吃不起饭,于是替饭为疯,当时人们生理上的需求满足不了,只能将感情寄托于神,于是各种宗教应应而生,用思想麻痹群众,收买人心,彭颖璋也做起了这种勾当, 彭颖璋加入了白莲教,因为受佛法熏陶,忽悠起人来很有一套,于是就当上了一个地方的教授,而且他还精通医术,更加符合救苦救难的菩萨的形象,于是深得人心,信众越来越多,他见时机成熟,便带领信众造反,建立了一个正教合一的国家,他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, 于是推举自己的大弟子周子望为首领,称周王,彭颖玉居于幕后指挥,果然,不久后,在元朝的镇压下,周子望身亡,而彭颖玉在弟子的掩护下成功逃脱,他换了各地方继续宣扬教义,并收了不少出色的弟子,可惜最后为他人做了加一,这些优秀的弟子最后,不是陈有亮的心腹, 就是朱元璋的功臣,过了几年,彭颖玉又开始聚众起义,这次,他顾忌众师,又想扶植一个替死鬼当皇帝,徐顺辉本是一个小商贩出身,身材魁梧,面貌英俊,长得气宇轩昂,他不愁吃喝,但是行侠仗义,爱打不平, 这天,天有些热,就去河里洗澡,恰好被路过的彭颖玉等人看到,彭颖玉一看这人已表堂堂,就是他了,等徐顺辉上了岸,彭颖玉跟他讲元朝如何腐败,如何恶怪卖营,百姓如何民不聊生,何不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淤水火, 这话简直说到了徐顺辉心坎里,于是一拍即合,加入彭颖玉的起义军,彭颖玉又加把劲拍了徐顺辉半天满屁,就这样,徐顺辉就顺理成章的做了皇帝,一个名字小亮的帝国天丸,就这样诞生了,相比之下,朱元璋就明智多了,他深深明白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,于是十六年后, 根基扎实了才称帝,建立了大明王朝,而徐顺辉做皇帝快,死得也快,他这个皇帝